好 新闻首先一连串的焦点 首先再来看到是这个最新的消息 好 上网团购现在越来越夯咯 但是呢 这个超杀折扣券竟然一买难用啊 好 现在网友就炮轰了 原来他们抱怨说明明距离 这个优惠到期还有半个月的时间 店家呢 却是老拿定位客满了 这样的理由来堂塞哦 导致无法使用优惠券 光今年上半年 消保会呢就接获了好多的这个 包括了投诉的案件 我们立刻把时间交给记者范馨鱼 馨鱼请说 好的确越来越多人喜欢上网来团购这个优惠券 主要就是看中通常这个优惠券的折扣 都可以下杀的非常低 不过在过去中天新闻就曾经独家为您报道过 有民众投诉他在购买这个优惠券的时候 下单非常容易 但是到了真正要使用的时候 却面临到了店家的百般刁难 那么现在又出现了类似的状况 是在桃园有一位先生他就投诉 他在网路上购买了知名拉面店家的这个优惠券 折扣下杀到五折非常的低 但是呢当他实际打电话到店家要定位的时候呢 店家却告诉他 哎这定位通通客满了 没有办法来为他服务 那么一次两次三次四次的 让这位先生很火大 他觉得说是不是因为哦 这个折扣太低了 店家觉得不合成本 所以拿这样的理由来搪塞他 不愿意呢来让他使用优惠券 感觉有点被欺骗了 而事实上呢根据这个消保会的统计呢 光是相关这个团购优惠券的争议 在今年上半年就已经接获了206件 数目相当的多 是去年一整年增加起来的三倍哦 可以看得出来呢 这争议其实有非常多的模糊地带 包括呢除了这个店家会用定位客满 来搪塞之外 还有人碰过实际到了现场使用的时候 才发现哎内容没有想象中那么优惠 或者是说这个优惠券明明呢还没有过期 但是呢店家已经倒闭了 因此呢消保官也提醒 当民众上网来团购这个优惠券的时候 一些细小的项目细则一定要把它看清楚 里面可能都还有陷阱 那么真的遇到了争议问题的时候 也要及时来投诉 来为自己的权益来争取了 那么以上呢是现场的最新情形 把时间交还彭丽主播 好网购优惠券有很多的问题 也提醒消费者特别留意 谢谢星云的连线报导